在YouTube上很多人都會問我關於拉琴的問題 可能是左手,可能是怎樣看譜 一直都沒有機會拍一條影片專門講這些問題 今天我特意選了好幾條問題 一次過就在這條影片去回覆大家 第一條問題,HW崔就問高把位怎樣唱? 唱不到那麼高音,那怎樣辦? 這個是關於唱譜的問題 我經常都說,大家如果看過我有幾條影片講唱譜 我們學樂器的人去唱一些旋律,唱一些樂句 我們不是為了要練一把聲,或者唱得怎樣好聽 其實都不是,其實是讓我們用最直接的方法 去明白那個旋律,或者節奏,和柏子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一些複雜的節奏 如果我們可以唱得到它,到我們真的在樂器上 在小腿琴,或者在其他弦樂樂器上拉,都不會覺得這麼難 這個就是我們唱譜背後想做到的事情 如果你問,怎樣唱,或者唱不到那麼高音,怎樣辦? 是的,有些音是很高的,我們原意都是想知道音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唱低一個八道,或者用假聲唱 可能,我不知道,我現在立刻去作五個音 可能是,不是一個很好聽的旋律 譬如,Do Fa La Do Ti 如果我要唱高一個八道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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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接著那個La已經唱不到 Do Fa La Do Ti 那我怎麼辦呢?用假聲唱 或者你不喜歡自己的假聲,你覺得很難聽的 那你就唱低一個八道 Do Fa La Do Ti 所以,這一樣是我們唱譜應該要做得到 是不會被八道去影響的 仍然可以唱到一樣的音 可能你會問,我現在都未做到,那怎麼辦呢? 你第一次的,你現在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用我這個方法,你是很認真地去練 我相信去到第八次,第九次,你會找到一個方法 即使唱低,或者唱高一個八道,或者用假聲唱 你都可以找到那個正確的音高 有一條問題,是很多觀眾都問的 是跟那個手指尾有關 左手也好,右手也好,手指尾有關 Shirley 小姐問,如果蘭花手,那怎麼辦呢?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Shirley是想問我 如果右手蘭花手,那怎麼辦呢? 右手拉琴,手指尾這樣遞起 那怎麼辦呢?可以怎麼辦呢? 除了放鬆,除了留意之外 這個留意,我不肯定我有沒有一條影片說過 這個留意是,你一直拉琴的時候 一直都要有的 你不是,放下了琴,再想回剛才 我剛才好像蘭花手,手指尾抵起了 那為什麼,你不是拉的那一刻 你知道有這個問題的呢? 如果你問我,怎樣可以在拉的時候發現到 我只能告訴你,退後一步,放鬆的人 問一下自己,現在有沒有哪個地方很緊張 我記得有位朋友都說他是有冥想的 冥想其中一樣要做的就是 你閉上眼睛,有沒有身體哪個地方很緊張呢? 你要去慢慢掃,不要馬上說 沒有啊,我全部都很放鬆 但其實不是,很多人呢 很多時候有些學生說,我很放鬆的 蛤?你閉上眼睛,感覺一下 你看一下,你稍微看一看 你都知道自己是不是放鬆 你手腕這樣推前,你告訴我你放鬆 或者你的手指尾,可能是這樣的時候 你告訴我放鬆,是不可能的 所以,退後一步,放鬆一點,整個人 你要當自己是很客觀 好像一個第三者那樣 是,看看自己現在有沒有哪個地方很硬的 我們又回去冥想這個方法 那些人閉上眼睛 然後他說,你現在是不是很緊張呢? 其實呢,那一刻你知道它存在 你知道問題的存在 你已經可以,這個是你放鬆 你去放鬆的先決條件 你要知道這件事存在 你才可以,叫他不要那麼緊張 不要那麼硬 你做的事情,不是說很緊張 但如果你都不知道這件事在 你抓的時候,你都不覺得 那你可以有什麼做呢? 你要知道那件事存在 你知道那件事存在 其實已經是做到一半的了 為什麼我們要練空弦呢? 其實,這個我插開了少許的話題 練空弦的其中一件 有好幾件事 就是,看看我們檢查一下 我們檢查一下我們身體 有沒有哪一部分是很緊張 或者在換弓的時候 有些很突然的動作 所有突然的動作都會有action 會做一些強的音 重音出來 而是,我們當然不想要的 又會不會是一些很大的動作 在換弦的時候 在公斤的時候 當你由G弦 然後換過旁邊的弦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很放鬆 是可以手指尾控制得很好 還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手指尾是否在 還是,其實是遞起了 這一點就是,要靠練空弦去練回來的 你拉scale 用scale 或者是,你用練習曲 其實是很難查到的 因為有很多東西干擾 你有旋律 有左右手 有不同的節奏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空弦的練習 其實好像深呼吸一樣 下功是呼氣 可以是四拍 可以是五拍 上功是吸氣 在這個呼吸之中 你可以找到 你可以知道自己 在一個怎樣的狀態 學了小提琴一年左右 想問一下 如果手指尾 關節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 即是說 你用力的時候 這個關節就會 塌下來 我以為這件事是幾少見的 但在我的學生裏面 大人學生 其實大人學生也好 小學生也好 也好 也好幾個學生是有這個問題 是一用力 關節就會塌下來 我們想做的是什麼 其實關節塌下來 這個是和double joint有關 double joint的中文的醫學名 我不知道 或者有朋友是讀醫的 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但是簡單來說 double joint 是 你的關節是給一般人 可以多很多空間去動的 所以 你可能一用力 那關節就會塌下來 那關節塌下來 那關節塌下來又如何呢 塌下來 力就不到你控制 因為你已經鎖死了 那我們想做的就是 不要讓它塌下來 那有沒有辦法呢 這件事是天生的 是 有 我學生裏面 是有一些 有double joint 的 這個 這件事 的 那我講了這個方法給他們聽 他說 真的有用的 那這個方法就是什麼呢 你在家裡找一個三夾 什麼類型的三夾都可以 膠的也好 木造的三夾也好 那怎樣呢 你的三夾 平時我們三夾是食指和手指公這樣去夾的 但是呢 你拿那個三夾就嘗試用尾指和手指公這樣去用力 在你練的時候呢 以不要讓那個關節塌下來為目標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 你順利夾到那個 你打開那個三夾就沒有用的 我們就是想它 是保持彎彎的樣子 但是用力呢 那個關節都不會掉下來 你在這個練習裡面呢 是會強化到你的關節 你會懂得 對你來說 用多少力 是能夠 是 可以 用多少力 而不會讓那個關節這樣掉下來 是 如果你練習 可能是 一分鐘裡面做十下 然後停一停 然後 可能停十秒二十秒 然後再練多一組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是你會加強到 你那個 加強那些東西 你會用到力 還有 對你 如果你的問題 你左手也會有的話 能夠對你的法力 是很有幫助 不會一用力 就 關節就好像 塌了 Misode 就說 尾指按言很困難 以及不靈活 有什麼方法 又是尾指 這次左手 尾指按言不靈活 我沒有照片 我亦沒有一條片 所以我未必是 講得中的 但是 我覺得 我就這樣看 或者 據我 平時 教學生 我看到的情況 尾指不靈活 很可能 是 手腕 推出去 或者尾指不靈活 是 你 手指尾指上天 要用的時候 或者可能要換言的時候 都沒有這個感覺 換言 可能一路按A 然後下一條言 是D 很難 如果你的手指尾指到上面 很難說按就按 那一定要準備 那 準備 其實就是不外乎 你的手肘 有沒有 向你的右邊 轉一轉 還有 你的手指尾 知不知道 接著要按的是另一條言 然後在正的那條言 準備 彎彎的 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的手指尾指上天 可能是 你的手腕 在前面 推前 當然會不靈活 所以 又是回到 剛才我們說 你意不意識到這個問題 是不是事後才明白 還是在拉緊的途中 我不知道 會不會大家覺得 在拉緊的途中 我怎麼辦 我已經在拉緊了 其實我覺得 你不試一下做 你不試一下在途中改 是很難的 譬如你拉了一個錯音 你不可以停下 放了一個琴 放下琴 然後才跟自己說 剛才那個音好像不準 你聽到那個音不準 那你要救它 你不可以任由它不準 同一道理 你感覺到 你沒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你手指尾指上天 你不可以任由它 是這樣的 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直接 你有這個問題 那就用這個 很針對性 很治療 好像吃藥 發燒嗎 要退燒 就吃顆退燒丸 不是這樣的 其實有些像中意 是一個系統 你的手指尾指在上面 很可能是跟你整隻手 甚至跟你姿勢有關 跟你肩膀有關 跟你肩膀有關 可能你的肩膀 或者你的頸 是很緊張 所以我只能夠檢查一下 就算你覺得自己已經是很放鬆 你試一下 找一部電話錄下它 然後再看看 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放鬆 比較一下你所謂的放鬆 和其他人的放鬆 有什麼不同 一個整體來的 一個整體的感覺 不是只有一點 你這裏很緊張 那你的手指不要那麼緊張 是 那個問題仍然會在這裏 鋪鑾 就問可不可以出一些 新手一點的訓練 尾指 經常都不夠力 去用手指頭去按 這個我也都說了 其實那個三甲的練習 都是有用的 是 如果你有這樣的阻力 你在這樣的阻力之下 你仍然可以按到那個三甲可以打開 那你拉一下去按 肯定做到 是不是 你現在是在做一些 手指的肌肉的練習 好像手指去做 Gym 那樣 那樣針對性 這樣去負重 這樣去按 那你都拉不到那些 手指的練習 還有我相信 在你這個練習裏面 你會學會 什麼時候你要放鬆 我覺得最難的部分 不是用力 用力 其實有多難 但是如果我們不懂得放鬆 我們用的力 就很受限制 其實放鬆 是比法力更重要的 那一刻 你懂得如何放鬆 懂得如何省力 你才可以 在最需要用力的時候 去用力 是用得很準 很尖的 銀琪呢 就說 我的握法已經很放鬆了 但是請問小子 有需要用力 支撐之功 我的小子 覺得很酸 那這個是問右手的妹子 我也是 我記得我一段影片都有這樣說 如果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 這個辦法如何 但是 你想一下 其實是有道理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很難 OK 第一件事 首先你要放鬆 你的手型 這個要做得對 你覺得可能很難 調轉 支撐 你這樣和我練十次 和我練二十次 保持這個位置 保持放鬆 要彎 維持著 給支撐水平 你跟我練十次 練二十次 可以的話 再練多一點 然後你 反過來 用你平時的握工方法 我肯定你會覺得 原來這支工都不是很難 你把你的練習變難 你就會覺得 本來的練習 都不是很難的一回事 其實是有根據的 是 我不知道 我的觀眾 大家 有哪位 有拉過中提琴 中提琴很大的 但是如果 你有練中提琴的話 你練得多 你一拉那個小提琴 它可以 令你覺得很容易 其實是同一件樂器 純粹 分別是你拉一件很大的樂器 很難 需要的東西全部好像 長了 軟了 一倍 但是如果那些樂器 你可以習慣到的話 哇 你立即去找一個 玩一個 小提琴 立即容易去很多 一模一樣樂器 但是 感覺上 你懂得 什麼時候 原來不用用那麼多力 其實不用中提琴 我們小時候 換琴 對不對 你又 好像我這樣 我從十六分一開始拉 然後拉到 full size 你最初拉那個 大小小 換琴 因為換那個琴 可能由二分一 去到換 嗯 去到換 四分三 一開始的時候 四分三你覺得很辛苦 但是 你拉了 可能兩個月之後 你再拉回二分一 哇 原來 這麼容易的 其實 你可以畫一個假象 但無論怎樣都好 其實是 令你 覺得那件樂器 原來某些情況 其實不需要那麼多力 我們再看練習曲 其實都是 一樣的原理 是找一些 很 針對性的練習 不論是練左手好 練右手好 練這些這麼難的東西 然後當我們拉一首 樂團的作品 或者是拉一首 Mozart的 violin concerto 我們便會覺得 哦 原來都OK 都不是真的那麼難 其實是 一樣的原理 如果我們的練習 是比那首 協奏曲 我們怎麼拉那首 協奏曲 一定是 練習的難度 要比協奏曲 難一點 或者難多少 很明顯是難的 我們再拉 那首練習曲 我們才可以 架輕就熟 關於 右手手指尾 再說多次 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一點 你不要說 我這裡很硬 那我要這一點放鬆 不是 是一個整體來的 右手是一個system 左手是一個system 可能是跟你的手肘 前臂 肩膀 你整個人的感覺 你運功的感覺 有關 所以 如果 你說你的手指尾 已經很放鬆 但不知為什麼 用力還是覺得很酸軟的話 檢查你的手腕 我不相信 你的手肘放鬆 手腕放鬆 你的手指尾 還會這麼硬 不會的 就是因為你其他地方 是很硬 或者你整個人 是很緊張 所以手指尾 才是這麼不聽勢 所以 我們要 我經常說 要退後一步 去看那個大的picture 看那個結構 結構裡面 某些地方有問題 一定是 一定是我們的看法 一定是 跟那個大的 大的系統有關 大的系統有關 大的系統出問題 所以才小的 才會有這些毛病 看到 康春華說 感覺如果 調弦線上 比較容易做跳弓 但是一換弦的時候 就跳不到弓 跳弓的話 如果 一個音重複兩次 就跳得到 但是如果 每個音都不同 就很難持續 有什麼方法 練 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我猜你要很熟 旋律 幾樣的 你要很熟 旋律 你很熟 旋律 第二 有沒有一個pattern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一個chord 可能是 你有這個pattern的時候 其實所有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 你對手歌熟 或者你知道這個pattern 是逼你不要 逐個逐個音去看 是逼你放鬆 我想如果 我們知道 其實我覺得第二樣東西 是更加有用的 就是那個pattern pattern就是一個規律 有一個節奏 一些音所出現 是有根據的 你不會 或者是 dó mi so mi re fa la fa 那你很自然想 下一個是 就是mi so ti so 你不會聽到 dó mi so mi re fa la fa mi so dó so 不會突然之間 有一個sharp的音響 如果 你有這個pattern的感覺 一個規律 你其實不用看譜 或者你所謂看譜 你只是去確認 譜上面的音 跟你心裡 所想的那個pattern 是一不一樣 其實只是這樣 你確認 你不是去拿些資料 然後再拘捕 不是你確認 這樣 你才不會 右手停下來 才能夠流暢地拘捕 我覺得 發現 一個規律 發現一個pattern 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們生活經常都會 就是我們會 其實一個pattern 一個規律 是能夠 將 一些 我們看到身邊的事 或者身邊的人 能夠讓我們更容易準備 能夠讓我們更容易去應對 應付 譬如如果我們遇到一個 不好的上司 或者不好的人 或者他說了什麼 或者他的性格 你從他所說的話 你知道他的性格是怎樣 然後 你為了保護自己 你就知道 我說話的時候 要怎樣去遷就 或者讓自己不太生氣 不要太容易被他影響 可能 你知道有個人是很好勝的 當然 你可以和他一樣的好勝 你可以為了贏他 但是 你也可以去 找另一個 和這些好勝的人相處的方法 你想好勝 言語想好勝 我就讓你贏 你喜歡說最後那句 你喜歡有一個結論的 你是說最後結論的人 如果你知道他是這樣的 那就有他 順著那個圖案 我覺得你發現這個圖案 對你的生活 是很有用的 你知道哪一種人 是怎樣的 你存在那個 這個資料 下一次你再遇到 差不多的人 他有一些信號 我告訴你 可能也是很好勝的 那你就知道 哦 是的 我的言語很好勝 那我就要 做些什麼 或者說些什麼 那你就 可以很 不會經常和人吵架 就比較 找到 你和這些人相處的方式 我想音樂也是 我們不嘗試去找一個圖案 逐個逐個音去拉 自己很辛苦 要是你就死記 你找不到的圖案你就死記 最好的就是 你很自然記得 你很喜歡旋律 所以你記住了 但是你也發現到那個圖案 隨著這個圖案 左手按音的圖案 可能是 剛才我剛剛教一個學生 Suzuki 忘記了第一首還是第二首 還有Handle的 Handle的Concerto 中間這個 這個是Suzun的Pattern 但也有 左手手指的Pattern 如果你知道這個Pattern 你不用 眼睛跟著譜 好 太多東西干擾了 那你怎樣 其實這個問題 不是出起右手 你右手很緊張 是不是 你的手肘很緊張 是不是 我們說Suzuki 是因為什麼 令你這麼緊張 是因為你的想法 是因為你 未能夠 退後一步 去看到那個規律 所以就快不了 是不是因為你的年紀 是不是因為你的手不夠快 絕對不是 是不是因為你的弓很重 絕對不是 是不是因為你的弓很重 是不是因為你看譜晚 可能是 你看譜的方法 你以為他們 整天 說這些錯了 的預測 雖然 多數都是錯的 但其實他們在做什麼 就算他們錯也好 他們仍然是要看趨勢 三次上 接著就會一次回落 或者兩次上 總會一次回落 他這裏 其實看那些最高點 最低點 什麼支持位 那些什麼pattern 或者醫生 看你那條 什麼心電圖 他越整越高 通常是去到 某一種疾病 在剛剛感染到的時候 越整越高 新年流流 本來不應該說好疾病 但是 或者向好都可以 是不是 越整越低 那我知道他快要出院了 所以 我發現這個pattern 是很開心 自己可以放鬆 所以試試找出這些 旋律的規律 有時候 那些作曲家 其實不是有時候 多數 他們想給我們一個規律 但是 在音樂上變化 他又不可以讓我們 經常猜到他想怎樣 所以他就會 是有意想不到 但是在意想不到的 的音 或者是一些節奏 那裡 其實都是 有積可沉 是有根據的 那你要對這件事有信心 你要對pattern 這件事有信心 你要 你要 你要嘗試去找他們 在音樂 有調性的音樂 tonal music 是會有這個pattern A tonal music 沒有調性的音樂 是難很多 要用另一種方法去理解 Beth 就問 16分音 連續上弓手指會太緊張 放鬆不了 又是 如果 你知道樂句 我自己是這樣想 你知道樂句 有什麼音 你編八個音 dó fà la sò fà ti la sò fà mi dó fà la sò fà ti la sò dó fà la sò dó fà la sò fà ti la sò 就是 dó fà la sò fà ti la sò 剛剛已經唱了這八個音 是否能夠順著 也不是 其實 所以 這一下 就未必是pattern 可以幫到你了 那你就要很熟 很熟的 很熟的是什麼 你一看到音 你有 按音的感覺 你不只是知道 它叫做 C音 或者Dó 你要知道 你再加上 怎樣按 按哪一條 按哪一條 你拉哪一條 是吧 左右手的感覺 然後你試試看 可不可以 不看譜的時候 當你拉這八個音 你的腦 出不出現到五線譜上面的 這些音 如果你做到的話 我經常都覺得 這些感覺互通 你感覺互通之後 你還緊張做什麼呢 我們做深呼吸 是很放鬆的 我們知道自己 吸氣 呼氣 吸氣 數四拍 呼氣數四拍 全部 我們在呼吸的時候 知道那些氣是冷 還是很暖的 這些都是感覺互通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緊張呢 如果你說緊張到手會宣軟 那是另一樣東西 可能左手是其中一樣 可能是右手 是 緊張到手肘會抵起上來 那你要懂得放鬆 手肘 每拉完一個音之後 是停下來 但是只是停下來 你不用壓緊的 然後等下這個音 才給你多一點點 還有第三個要檢查一下 看你知弓會不會是在太低的地方 或者是在中弓開始 因為你在這裡的時候 那些音色就會很粗 上弓的連續 的Staccato 一般都要在弓尖 越是過了中弓的時候 就會越難 我不知道 我解不解答到你的問題 很奇怪 我寫著有拍子機的用法 高把位 但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 應該是有朋友 是問過我關於拍子機 拍子機的用法 很簡短講一下 拍子機一定要用得很主動 用得很主動 我們是要找自己的 純律 找自己譜面的節奏 去跟拍子機對齊 你是主動把你的東西 和拍子機對一對 看看可不可以 配合到 這個是主動的做法 不主動的做法是怎樣呢 不主動的練法 是無用的 當然 我們總是在拍子機 那些拍子的後面 總是遲一點 是不是真的遲到 你是不是沒有聽 不是你有聽 但是 我當 譬如一個 這個節奏 一個小節 但是 你是這樣拉的 你聽不聽到 總是比那個正拍是慢半 可能是四分一秒 你是用它拖行 那這個就 沒有用 還有被動的練法就是 你心裡沒有一個pulse 你的pulse是靠著拍子機的了 但是 就算我們用拍子機練也好 我們心裡也要有這個拍子的感覺 所以對齊 跟拍子機的對齊 除了找我們譜面的節奏 跟拍子機對齊之外 也嘗試把我們心裡的拍子 跟拍子機對齊 就是 可能這個才是最重要 你心裡的拍子 原來跟拍子機都不同 那你說什麼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就會 總是讓拍子機的音 聲音 遲一點 你這個心裡的拍子 都還沒有搞定 你一定要有一個拍子的 三拍子 四拍子 一定要有一個拍子 這樣 你用拍子機去練才有意思 第五點 高把位 七把位 手指公是 調節合適的位置 高把位的時候 手指公的位置 高把位 三四把位 手指公大概是在這裏 去到高把位的時候 你想想一下 手指公還可不可以在這裏 當然不行 就算你的手很大也好 其實是很不自然 你一定要跟 手指公一定要跟到其他手指的 那怎麼辦呢 你看到 你要 我不知道大家可否幻想到 你的手肘要轉出來 轉到你的右邊 這樣呢 好像螺旋形那樣 你才可以拉到高把位 你明白嗎 所以高把位不可以 手指公還在這裏 掛著 就是踏著這裏 是啊 可能你會問這樣很不穩陣 沒有低把位那麼穩陣 但是不是等於不穩陣呢 不是 你如果很熟的把位 你能夠放鬆到的話 其實也不會出事的 但是你要 所以你要練scale 你要有信心 你要相信 就算手指這樣打開 你的手指公碰著 小提琴這個位 都可以拉到的 那你往上去這樣 打開手指公 那你換把 往下的時候 你記住 不要只動這把手指 你的手指公也要跟著 你的螺旋形 懂得打開 可以轉出來 也可以轉回進去 這樣才行的 不如我先說這麼多 因為我不知道這部機器有沒有跌 先說這麼多 那麼 下一次我們再講另外 其實還有好幾點的 跟著譬如是 音準 運功 vibrato 速度 有朋友問我 Canon in D 這個我都沒有機會講 樂感 還有其他我覺得都是重要的事項 歪琴是要留意的 那 很感謝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見